除了彩虹村這些大型公共舊式屋村之外 當然不少得就是石結尾的南山村 南山村是位於大坑東村和西村之間 現在已經有47年的歷史 雖然舊但很多設施已經翻新過 例如外徨已經油了 還有舊的設施已經拆了 這裡位置很近城市大學 所以很多學生都會過來吃東西醫肚 今天就特地走來南山村 找他們平時光顧的餐廳試給大家看 Let's go 現在身處是東菇亭這間藍樂園 其實是一間舊式的竹舖 聽說南山村起的時候 它已經跟著已經起了 所以跟這條村一樣老 有四十多年歷史 它就買一些艇仔竹 魚片竹、肥蛋竹 還有一些腸粉、黏飯、炒麵、豆漿油炸鬼都有 我叫了兩樣比較多人叫的食物 就是糯米飯 純粹糯米飯 加了一些花生 姐姐跟我說 如果想辣一點、有風味一點 就加了胡椒粉 我就加了一些胡椒粉在表面 只是糯米粉嗎 對,很簡單 糯米飯不黏牙 還有一些糯米飯 我覺得是粒粒分明 而且挺有咀嚎 有咀嚎得來是有煙韌的感覺 嗯 再加上花生 還有胡椒粉的香味 加進去 整個飯就不寡 是多香 最後我看到它們在包舊式的種 這裡還有一些鹹肉種賣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試試買幾個 回家做手信 雖然它的炸兩 應該是早上炸定 放了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它的腸粉 挺出色 挺滑 皮挺薄 挺有米味 嗯 還有不髒口的感覺 這兩樣都是15元 加起來是30元 我覺得以現在物價來說 我都覺得可以接受的價錢 吃完粥就過來品香樓 這裏叫他們兩款的名菜 一個就是火焰牛柳粒 一個很棒 風沙雞 這個牛柳我很欣賞 就是我們女生很喜歡打卡 它就是會在直前那裏點火 就可以用電話拍片 上IG story 就夠了押Like打卡 不過最打卡的部 就是這杯凍朱古力 我本身以為這杯朱古力 就是普通朱古力 但原來上面是噴了忌廉 在表面那裏 試試看 哇很邪惡 哇 哇 它的朱古力是很濃的 很香的朱古力味 很懷疑它不是用粉蔥 它應該是用了朱古力醬去沖 超濃朱古力的味道 它不是很假的甜 沒有 它是有少少的苦味 朱古力那種苦味 哇 那些安多芬還是多巴康 馬上飄在腦裡 馬上飄在腦裡 馬上覺得很快樂 這個就是快樂傳染 這個很濃 我覺得這個好喝過珍珠奶茶 試試這個牛柳粒 其實基本上去大排檔 小炒店都會叫這個 薯仔牛柳粒 在馬上就很漂亮 試試看 牛柳粒也挺大粒的 牛柳粒正常發揮 也挺入味的 吃了薯仔 聽聞吃這個黑椒牛柳粒 最重要就是薯仔 嗯 薯仔的皮是脆的 黑椒的蜜汁 深汁的薯仔很棒 很軟 就是薯仔牛柳粒 吃了牛柳粒 吃了牛柳粒 剛才我問姐姐 你有沒有牛柳粒 有沒有風沙雞 她說 你真會吃 沒錯 我就是很喜歡吃的 所以我就點了這個風沙雞 這個風沙雞 我本來看名字 我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我原來是一個蒜粒的炸雞 想上桌 已經看到很多蒜鋪在臉上 還有那個皮 你看 超薄 是可以翻起的 而且一看這個雞好像幾肥美 淡淡肉 大大塊 只是半隻而已 嗯 我覺得我喜歡吃它的皮 比起肉 肉不是粗 我覺得正常的雞肉 但是它的皮 真的有到很薄很香 而且這兩樣菜 都很適合這碗飯吃 而且很適合一班人一起分享的菜 所以我明白為什麼這麼出名 就是這麼多人 有什麼成大學生會過來這裡犯罪 或者有些街坊過來這裡犯罪 一定會叫菜 嗯 理解人 這個 現在身處在南山村最紅的甜品小店 南山白汁冰 它本身就是車仔檔出身的 然後現在就上了來店鋪 它是三點鐘開門的 已經開了一小時 已經排了長龍 很多人吃了 那我就點了它的招牌 白汁芒汁西米 還有一個洋脂甘露 是至尊洋脂甘露 看到其實未吃 它已經聞到很香的芒果味 然後底下就是雲呢拿汁 首先 在現在這麼熱的天氣吃 真的有種透心涼的感覺 而且它那個 因為加了雲呢拿汁 所以吃下去非常之有奶香 然後它的西米 不會浸到軟 煮到軟 是有咬口有咬口的 嘩 芒果好甜 很難得做到芒果這麼甜 雖然不知道它有沒有浸過糖水 但吃下去是感覺到新鮮 還有沒有酸味沒有結味 試一下這個洋脂甘露 我覺得這個洋脂甘露 不知道是什麼是自尊版的關係 所以它的材料是特別多 有很多西米 而且吃下去也挺有椰汁味 但味道很香 如果有比較之下 這個洋脂甘露 味道更加豐富 而且會更加有層次 我覺得吃洋脂甘露 是開心一點 因為洋脂甘露的味道更多層次 還有我喜歡雲呢拿的奶香味 這個洋脂甘露 如果吃了這個再吃這個 就覺得平平無奇了 所以怪不得這麼多人來這裡 光顧都是主要買它這個白質甘露 終於明白它這個人氣所在在哪裏 上到來這個平台 當然要坐在這些猴子架上 邊吃邊打卡才有風味 對嗎 但為何你不是坐最頂的位置 剛剛有人坐在那裏 大家看到我左手雞蛋仔 右手格仔餅 這兩底 合起來都是20元 其實我覺得 雞蛋仔賣10元 格仔賣10元 是正常的價錢 外面真的賣得太貴了 嗯 這個雞蛋仔 吃下去不是空心那一種 而且吃下去也挺有雞蛋的香味 而且挺軟熟的 其實這個已經攤凍了一陣子 應該表皮沒有那麼脆 但其實我自己就不是很追求脆的口感 反而現在有一種雞蛋軟熟的口感 是我最喜歡吃的 而且我覺得10元 比外面的雞蛋仔不差 好 先試這個格仔餅 格仔餅又配了砂糖 花生醬 連奶 我自己覺得格仔餅比雞蛋仔更好吃 嗯 因為加點砂糖連花生醬 真的是港式的味道 很邪惡的味道 我在旁邊觀察怎樣製作 我看到它快售得來 都很快速地塗勻整個格仔餅的棒 即是你說10元會開樓攤 其實不會 它都是給得足料 而且都大份 大家看到的醬汁已經滲在紙袋裡 始終在南山村地點有點而軟 不是人人都可以特地走來南山村 吃個格仔餅 所以我覺得駐南山村或者附近的居民 是很幸福的 有10元的雞蛋仔吃 在我後面的大坑西村 早前政府宣布清拆重建 很多人對這個消息都非常不捨 其實很多舊的東西都定不過時代的洗禮 所以真的要很珍惜現在還存在的人和事 所以現在就很推薦大家 如果有時間的話 宵夜來南山村 吃下格仔餅雞蛋仔 吃下麥汁冰 當作支持一下他們 今集的肥妹大團就到此為止 下集同日再見 拜拜